我是小琴画画 我们还是白云笔 生圈值 我们画麻雀 还是不同的形态的麻雀 我们那个调整时 里面加一点墨 然后先点头部 我们点头部时候是个圆 尽量的怎么样的 侧峰就是按下去 按下去 按下去 然后接着把背部画出来 背部让它有一些 非白是最好 然后展开的翅膀 换支笔 画它的斑 因为我们都知道麻雀身上 有一些斑点 好 点几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调 这个众末 蘸众末 把它这个尾部 还有翅膀尖 翅膀给画出来 翅膀画的时候呢 要注意按下去 第二个要长一点 第三个要短一点 每个翅膀要不一样 要形成一个弧线 形成一个弧线 这边也是 这边也是形成个弧线 好 然后最后是尾部 然后再用蛋末 画它的胸腹部 这个呢 可能看得不大清楚了 因为它是 基本上整个展开的翅膀 都把它挡着了 只能看到后面一点点 所以说我们只能看到一点 还有这一点 一点 那么我们下面就用这个重末 特别重末末 把它的嘴 快速 画出来 然后爪子 都是快速了 我这个 我这个纸特别阴 特别阴 一定要速度快 好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动态